朋友就生气了 生气了就不理我 跨年的时候他都不理我 以后我问他 你怎么了 到底怎么了 你怎么会这样 他说为什么你为了那个女生 很努力很努力一直 花了很多 就是很多时间 就是一直这样子 吃醋 对 他很容易吃醋 对 那一天 晚上都不理我 所以我们跟朋友们 就是聊天 他跟女性朋友聊天 所以就是 好可憐喔 好啦以后有重视打给孟多啦 真的吃醋还有一点 我马上马上 哦呦 喂 好可憐 我还有自己加一位啊 已经恶理义务了 为什么还要被讲 文明哥在日本有发生过什么 你的女朋友在日本 不是 因为我们跨年都是在主持的啦 对 有一年我跟你讲 人真的不要乱许愿 有一年我就在台上 我在想说 哇塞 从出道到现在十九二十年 都在台上跨年 我可不可以有一年是 自己有女朋友 下面跨年可不可以 没活动 我们当时大家都单身没结婚嘛 我说我在小康的店过 18楼上有一个特别区嘛 天气好啊就开放 哇101就在你旁边 哇很棒 我说 我女朋友很浪漫 她说那我会在东京铁塔上面 然后你在101下面 东京铁塔上面 我们到时候变化一起跨年 不错不错 正吧对不对 那天晚上就 就玩得很不安分 动不动就看看表 看看表 好差不多差不多 差不多了哈 差不多了哈 5 4 3 2 趕快 倒数 喂宝贝 你不要打来好了 挂掉了 欸怎么了 不是 我再打通的时候 其实那个5 4 3 已经数到10 大家已经HAPPY NEW YEAR 我就很吵 喂 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没有啊现在12点整啊 对啊 现在1点 怎么会 因为他是他吗 5 4 3 3 你怎么会露出你掉 这个我也没想到欸 对 有时候忽然会没想到 真的没想到 文明哥 你明年隔一年 就把女朋友送到泰国 你会先打给他 找一个小时吗 找一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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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日本早一个小时 泰国比较慢一个小时 泰国晚一个小时 那我为什么不送到美国 我还有时间跟另外一个女生过 对啊 生一个小时 你还可以过两次 还可以过两次 对 聪明喔 那Paul的故事咧 对 其实大家都想说 怎么样跨年的时候进到101 其实说实话 我家就在101的旁边 就是在那个ATING对面 一步早移动也进不去啦 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多人 都住在101的附近 真的 那你们以为好吗 错咯 因为我十年以来 都在看那个101放烟火 但后来大家都知道 我家就在101旁边以后 因为大家讲说 塞住了出不去 所以每个人要干嘛 上厕所 所以那时间到一点以后 就开始叮叮 Paul 你在家吗 可不可以借个厕所 真的 每个都来耶 因为那个时候 大概五十几个朋友 都在那个101那边 然后又出不去 等一下 Paul 我要信你 我那天赚翻了 要来上厕所 每个人都帮 我就是量太多良心 就是让他们来上 就每个人都开始来排队 你知道吗 我家两间厕所 还开始排队 就状况来 每次来的时候 都一堆人厕所 搞得我自己跟我女朋友 要亲密也不行 要跨年也不行 因为每个人都来叮咚叮咚 上厕所 然后最后一次最好笑 好不容易 他们都走了 换我女朋友说 终于走了 我们两个终于安静 对 因为把她赶光了 结果我女朋友一进厕所 就大叫一声 因为很多人喝醉 噗在里面 然后整个像炸弹炸过的 然后重点来 她说 因为她有尖叫 卫生纸全部被用光 然后那个时候呢 什么所有的7-11 你是担心你等一下用不到 全部都没有 对 我怕等一下没有卫生纸可以用 对不对 怎么办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有一年我就说 好那算了 因为那一年我也有开夜店 我就说 那我们到夜店去跨年好 不要在自己家里 免得被人家糟蹋 然后那时候也是 543 因为那天还有办很多活动 因为那天一定是找朋友来 噢去你那边 好啊 因为也可以当场看101 就在101下面而已 看烟火 结果543 那时候女朋友在我们旁边 就忽然有一群 那个喝醉的那种 日本跟香港女生 还数到2而已 就从我后面这样抱上去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对 因为他可能觉得那个聚光灯 18打在上面就很亮 你知道吗 他们是玩大梦灯 光明灯 对 然后一些 第一道曙光 第一道曙光 对 迎接太阳2015年 对 太阳 我们的习惯 伸出头来 真的 扛到太阳了 啊 啊 啊 就这样亲下去了 你知道吗 然后还四五个那种大神 就当场我那天女朋友 就当场大翻脸 就说 以后我再也不要 不管是在家里或在外面 都不要跟你过 我觉得明年的 跨年 肚力会出现在日本 对 如果幼稚的需要 我一定会出来了 我们一起去 好啊 你帮我买机票喔 到底有参加过什么跨年的活动 干过什么样的蠢事呢大家 有一年 然后我就是去朋友的派对 就是主人都有准备一堆酒 然后还有吃的 然后就因为就是七点就去了 所以大家都喝得很开心 然后不是 然后来倒数的时候 我们就到他们的那个 一个房间 然后那个房间 那个落地窗 可以看到整个101 然后我们就五四三二一 Happy New Year 然后那时候有男朋友的 老公的就转过去 不是抱一下亲一下吗 大家就耶 然后亲一下 然后转过去 全场的人傻眼大概五秒钟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一个男的朋友 他也就是他就喝了很多 他就Happy New Year 然后转过去 然后就抱了 然后抱着 然后就捧着一个女生的脸 然后亲下去 然后那个人是别人的老婆 为什么 然后就是我就看到他的女朋友 就是傻眼的看他男朋友 去亲别的老婆 然后那个老婆的老公 就看他的好朋友 然后去亲他的老婆 也不错 然后他想说现在是怎样 谁说的 他都很不错 谁说也不错 其实计划很久了 对 而且这个剧情比较有创意 对 有像SOT的剧情 然后他女朋友气炸了 然后就把他拉到旁边 然后两个大吵架 然后那女生就也没跨年 然后就包包拎了 然后就走了 我跟你讲 有一次 即使在台湾 然后在 也是在跨年的时候 在也是 那个巡运区的一个 爸 然后呢 那一天特别活动 因为跨年 就是看得到101 他那个特别准备的 像这种 比较高台 对高台 然后就是大概那么大吧 然后在那边有椅子 然后就是 比较看得到101的角度 结果呢 其实是日本人 一个就是日本的我的朋友 女生三个都来 然后他通常就很乖 哎呦 结果喝完酒 而且加上国外 疯子也 然后我心里想说 天哪 怎么办 有时候找我 对 嚇死 然后我说 小心 小心 没关系 这边是台湾 台湾我爱你 开心跨年遭逢意外 百般无奈 嚇人哉 我之前大学的时候呢 有一次就是跨年的时候 我就 骑车载了我的一个 想要追的一个同班同学 去阳明山上看夜景 结果呢想不到 这下来的时候呢 就雷惨了 有两个人就在元旦1月1号 两个一起去医院挂机症这样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 这样还蛮浪漫的 不知道为什么 到后来 就是虽然同班 但这个同学就 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讲过 所以我觉得 其实女生很奇怪 这没有什么嘛 新年嘛 放点血 当改运啊 有什么问题吗